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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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历史表达的时间轴 非但不是无谓的因素 反而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坐标 师达 二十世纪之初 西风东介 现代水利传入中国 欧美求学第一代学者 现代水利先驱 朱丽智 张罕英 汪谷真 黄万里朱千贤 从现在水利技术之场段 使正学习传统治水理论与经验之必要 历史为现实服务 其间必然是研究与提炼 也需要恰当的方法和途径 架设现实通往历史的桥梁 学生 类比引发洞察 哲学的认识比常识要本质的多 科学模型条的定义是 按照科学研究的特定目的 用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 对圆形客体本质关系的再现 通过对模型的研究 获得对于圆形客体的知识 这是现代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此理同样是用水利研究的历史方法 是的 尤其是那些时过境迁 不能在现世界 因为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现象 更需要借助模型来研究 显然 历史模型方法 与上述科学模型定义和范畴并无不适 而对时过境迁现象的研究 又恰恰是历史模型之所长 岂是物理模型始于圆形缩小彼尺的物质模型 而包括数学模型在内的一些理论模型 也都是虚拟的或思维的模型 学生 理论固无不适 是问有何研究案例为证实的 如长江三峡大型滑坡与盐崩 古代建湖兴沸 京江 洞庭湖演变等 无不借重历史模型 而有令人信服的成果 学生 历史模型方法是水利史学科的一个方向 是利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 研究当代水问题 这样的理解得大 诗大 信然 水利史有宽广的领域 诸如古代水利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水利工程建设的新衰和利弊 水利与社会 经济 资源 环境的相互促进与制约 水利政策与法规 水利人物与水文化 古代水利典籍的整理与出版等众多方向 其中大多无需借助历史模型方法 这些求真的研究成果 在水利科研研所 更多表现为工艺性质 是水利史学科金字塔的基础 也是支持历史模型研究的基础 众约历史模型方法是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诊域的途径 以大自然为背景的 水利事业的发展同样受到社会 经济 环境 资源的制约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正面乃至负面影响 水利宏观决策离不开历史的考量 周温来总理说过 水利比上天还难 这句话值得沿袭水利者思考 诗说 科学是讨论的是科学的历史 是过去 但是 过去和现在是相通的 现在也必将成为历史 可见历史绝不是陈旧 不是木乃伊 本质上与现代相通 我们把历史真相发掘出来 历史就是鲜活的 才生动的 才更赋予现实意义 这就是我们沿袭历史的性位所带 众约 以古今科学技术相比 今生于期 但是 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没有完结 科学每前进一步 再回过头来看历史 也总会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 文化是无法割断的 任何新文化都是传统文化的延续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没有致敬 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 科学与文化的历史研究也没有致敬 诗约 两千年前泰式公司马千南登庐山 关羽书九江 东至于坏计 孤苏 望武湖 行淮寺 西瞻署之名山吉里堆 北自龙门至于硕访 他约 水之为利害也 兴盛之灾 无入行水利 以水利史为业 众约 水利史纵观上下数千年 可究自独之行踪 更有文明探员 服务社会经事之责 捉军共勉 学海无涯 书山万千 且行且学 史智专攻 无师重道 力行在先 公主无师寿笔南山 徒三绍兴市建湖研究会会长邱志荣 静增周回忆先让洞景乐受编辑 鸡山建水 总第256期 关注我们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